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起心囊 来吧 三位美女 来 一块吧 你这个眼神很危险 用抱着用不住 没有啊 再见啊 再见 耶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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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下一跳吧 就是 嘿 真要吓你们一跳 哪里来的狂徒 哪里狂徒啊 快来坐小火车了 坐小火车了 快快 坐小火车去 停一个 快 咱们就坐这儿 人哥呢 嘿 嘿 快开车等你了 小火车即将最后一次运营 请大家到前屏集合 哥哥没来呢 咱们可以先行驶等哥哥来再上 等一会吧 最后一次了 来了 快哥哥 我给你抢座了哥哥 哥哥来了就走到那个座上 咱也去看看 哥哥坐那儿了 咱别动啊 咱看哥哥坐那 咱不丑的 咱不丑的 咱玩咱的 咱玩咱的 让他say sorry 别看 别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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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伤心 他会回来的 他会回来的 我会在屏幕前重视给你 哎呀 那不行 拜拜 哥哥会回来的 这啥意思 这给你沾了个座 哎呀 那你不应该坐前面吗 啥意思 这还 因为你是大哥 既然是最后一次 那就免费吧 好吧 好 我就没花过去 各位无名朋友们大家好 本季K650次列车 最后一次运行季间发车 列车长 请全体无名们做好乘车准备 播得早了 等他们来再播一次 对 等他们来再播一次 声音再大声一点 再播一次 将来混响 各位无名朋友们大家好 本季K650次列车 最后一次运行季间发车 请全体无名们做好乘车准备 走 有序上车 谢谢 走 都做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开车 好 开车 拜拜喽 请各位无名朋友们抓好封闻 K650号列车即将提速 开始了 来吧 哇 哇 你会好说很快 不要提速了 好 做完了 好 提啊 提速啊 提啊 提啊 最快了提到 挖到最快 就这么走了 就这样没完 没有音乐啊 可以了呗 快干了 没有音乐 放啊 放啊 音乐干起了 来点音乐 来点音乐 我来着刚好 应该有个什么炸的吧 最后一期了 好干呀 那我只能人工了啊 人工吧 人工吧 各位无名朋友们 请抓好符文 K650号即将提速 欢迎各位乘坐 K650进入时光隧道 呼呼 呼呼 哎呀 时光大流了 啊 啊 啊 了 到了 哎妈妈 叶子呀 这个庄是白话了 哎呀 天气 清了 草花又开放 刚好安静的 这个游戏 太酷了 是啊 太酷了 酷吧 那一刻带来的冲击感太大了 好想时刻在那一刻停止 一直我发现这个车有刀车功 就是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因为现实中我们从来没看到火车倒着开口 会有一种恍惚感 说不了一点这个 所有的一切都像在倒放一样 很像一盘磁带在倒带 各位无名朋友请注意 K604列车已到达终点站 时光任意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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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昨天 这是我不在的那些期 对 这有你哥哥回来的刚回来 体验650号 我还是绝美 绝美 绝美 沈月 我看到这张了 好搞笑 好像两个蠢蛋了 真的 好蠢 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是我和蠢子在玩 找朋友游戏的时候 我们两个蒙上了眼睛 然后站得像两只小企鹅一样 好沉 很好欺负的样子 这是我啊 我都没认出来 美不美 有一个在那个荒岛上 我们四个人 这也是我啊 对啊 多美啊 迎着夕阳 还有我跟馨月两个人 在那个船上出发去荒岛 挺美的 因为很多时候做事情 我都曾经在做事情 没有去跳出来讲过这个事情 但今天看照片那一刻 就会想感叹 原来我们一起做了这么多事情 来临 强强弦 释出爱的一个清晰 感到和其放的季节里 海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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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天满行 让两两天好美丽我 不要救我 王思琪是怎么救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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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去的冰 是我 胡云 彷彿原声 跟他冰棍 真的很搞笑 321 我走 这是谁呀 谁呀 哈喽 梦尼的Vlog 无辣拍Vlog 无辣 哈哈 这个让我选你的辣鸟 你又拍你的偷感的Vlog了 今天是我们 这是我们偷看屋的 这是六五人的钱财子 什么钱 帅气的哥哥 逃不出我的福祉山 你这样是认识的话吗 我拍视频 他好已经就哪里出了呀 王大 吃吧 我们就帮忙 你以后就不一样 走喽 赛后赛后赛后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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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瓦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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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狗多生日 这一受了 太离谱了 生亭乐 发表改言了 这个挑令 这是一些回忆吧 碎片 有大家一起的 也有几个几个的 就是很美好的回忆 这边 还有啊 咋还有节目啊 冰墙 是吧 能站下来吗 能 我下拉吧 再次站在这堵冰墙前 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们 请各位用yes或no来回答 我们第一天破了一个饼 一尴尬地开始 我们想回顾一下 这个冰是怎么消融的 所以我们为了14个问题 因为这14件事情 这个冰消融了 因为我比较理性 我不轻易地把这个东西 会拿出来 我现在无比地相信 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假的 我想要一切都是仅仅有良 但是呢 也慢慢被改变了 这样吧 下次不管那个多少钱 我现在我也有 反正有桃花饼 在那边把它盘下来买了 我都可以替你实现 说愿望 但是仅限于一个 快说愿望 说愿望 我太 我鸡皮革起 快乐顾的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真有神龙 天哪 请问王传军 在桃花屋里 有没有一瞬间 觉得自己待在人群中 也是幸福的 我本身其实很追求一个人的生活 自从来到桃花屋之后 我也会被所有人 冲淡自己本身的那种 孤独感 有一件事情 比你做饭还让我开心 你现在变了 是吧 嗯 狗得很是吧 嗯 你现在吧 就是比以前 喜欢参加活动了 这个后边 我们有帐篷了 王哥 你回来吧 快回来吧 哥哥哥哥 你同时在跟两边说话 是吧 你在群聊啊 你这个花心的男人 非常的开心和享受 对啊 Yes 单依纯 在桃花屋里 有没有一个瞬间 让你愿意拥抱浪漫 Take me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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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冷 但是我觉得 很值得 我都想哭 哭 哭 哇 哎呀 好好看啊 我的天哪 如果有一个舞台 是长成这样的就好了 这就是灯光 啊 我们给他修一个舞台吧 舞台也修 天路也修 都搞 我不是一个会主动制造浪漫的人 但我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抗拒浪漫了 Yes 沈月 在桃花屋里 有没有一个瞬间 让你愿意把内心OS 说给朋友听 我是一个内心OS特别多的人 然后我很难 呃 完整地表达出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大家在一起很热闹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都不知道该摆什么表情 但是后来慢慢打开自己 我不想再当主持人 主力人之类的东西了 啊 这就是58岁的成年人吗 哈哈哈哈 我们已经熟到这个程度了吗 就可以这么开玩笑了吗 也要每天早上让王星月给我们请安 哈哈哈哈 哈哈 那你这个东西不说 我主要想要再 别人跟我说一句话的时候 如果我心里在说什么 我就会试着把心里要说的话给说出来 我不想离开我的月子 我也不想离开你 哦 吉娜 在桃花雾 有没有一瞬间感受到朋友们的关爱 孟子义 有没有一瞬间感受到被坚定的爱着 李雪芹 有没有一瞬间让你觉得我们都很爱你 第一次给一个人演出 来了哦 你要接招哦 哦 天哪 今年的雪下的真情是因为 李雪芹 哈哈哈哈 三妹永远在我身边 哎呀 最老刚啊 咱们一只爱晒 嗯 我明白 其他 我明白 就是有其他各种 是 我们把那个 那个 那个男人找来父亲请罪了给你 对 哎呀 哎呀 你们太吓人了 爱你 爱你 太好了 我跟我在桃花雾里最好的两个朋友在一个车 哎呀 哎呀 孟娘 能看见吗 我能 我看见满眼泪了 必须得让你在桃花雾的最后一天 感受到坚定的爱 哎 感受到 我不是这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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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汪苏龙 在桃花雾里 有没有一个瞬间 希望六五零电台 从未解散 我们明天六零争取一下吗 整个提案 六五零不是解散了吗 这一季的六零虽然解散了 但是我觉得六零还是在桃花雾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我们四个人而言是毫无影响的 啊 哥哥 哥哥 哎呀妈我哥哥呀 哎呀我的妈呀 打成老虎 我的英文名字叫 宝爱玩 你们是六五零 我是宝爱玩 我们的友情非常非常牢固 在我身边 哈哈哈哈 还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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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到你呢 没用没到你 哈哈哈哈 人科 在桃花雾里 有没有一个瞬间 让你觉得wonderful of course 出发 出发 走 走 要好 我 我要骑上她 不 走 我要我你走 哈哈哈哈 拉拉 好 叹叹叹叹 Yes 徐志胜 有没有一个瞬间 让你只凭冲动 做了一件事 No 哈哈哈 还有思考 时刻在大脑飞速运转 YES 我想修你啊 你这 手练得让人心疼 哇 就是这个声音 我感觉我又坏发活力了 我有什么你有梦动力 我要当桃花舞三天佑 李佳琪 在桃花舞里 有没有一个瞬间 让你感受到无忧无虑 YES 谁能先服个书吗 真的有 真的有 今年我明显感觉 我自己的精神状态 再次回归了 充满活力 按照自己不受限的路 去奔跑 王兴月 在桃花舞里 有没有一个瞬间 做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现在 现在其实我更加 自由轻松了 别人顾虑很多东西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啊 那边 哈哈 哦 哦 飞起来了 哇 哇 YES 王子齐 在桃花舞里 有没有一个瞬间 感受到自己的幼稚 被保护了 我觉得这肯定有用 买了我们 我出了一百 龙珠吗 多少钱 什么龙珠啊 哦 这种肉买吧 人歌星辰 包括星月 他们只要听到有龙珠的消息 他们就会想着告诉我 当我发现我买不起的时候 他们会默默的买来给我 哎 你这样吧 我到时候给你个龙珠 你有龙珠 这个给你 啥 谢谢君哥 不客气 王子齐 王子齐 这个值不值得你叫我一个爸爸 我给你承包了龙珠 宋丹丹 有没有一瞬间 让你希望桃花物 能一直一直继续下去 每到这种时候 我就特别觉得自己特幸运 所以在这样的年龄 还可以跟你们这么一群 有才华的 哎呀长真好看的阿姨 你阿姨啊你不用花 哎呀 性格迥异的 加油妈妈 有没有人管呢 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 我觉得我特别幸运 这可是宋丹丹给我们的祝福 对 谢谢妈妈 时间停在今天 宋丹丹 yes yes 最后一个问题 请所有人回答 如果时光真的能倒流 你还愿意回到初见的这一刻 和大家一起开启桃花物的生活 大声地喊出yes吗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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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找我了 哇 哇 开个猫烟了 来来来来 是用火来融化冰化 哇 哇 粉烟 哇 哇 哦粉烟 哇 在那边的那个惊喜 哎呦来了 哦来了 哦来了 啊到处都是粉烟 哇 哇 哇 因为大家坚定的选择 时光回到了2024年6月9日 这好浪漫 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最后说一声再见 哇 真的是最后一声 对 非常好 在粉红色中 朦胧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 有这么大的冰枪 而且它那个火点完之后 它就迅速融化 就神奇 远远的有一个粉色的烟冒出来 就有点像 月星中 那个巨像画 梦幻 元一夜 从经过的地方 是我们 三妹四妹二弟 好爱 多爱 好爱 快 你来东西 如何 我给你的问题是 你有没有觉得 这家陶宫屋像个孩子一样 你先去当个孩子吧 别哭着大人 这就是你哥哥 不会 你吃个孩子了 不会不会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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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把手 蹲下了半分 辛苦了 心呐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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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爱你 宝贝 很很落泪了 月儿长 很高兴 很开心 真的好 爱 心疼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很高兴 对 用热体 用火去融化这个冰 这是人与人之间 我们在交流中非常重要 用你心中的温暖 火焰 东西慢慢融化 冰真的在融化 你看在滴水了 我们在交流中 这里只有一个人回不去 他没来过那一集 他是创业 你是创业过来的 我们都回去了 对 我没有来过 对 火可多了 你看看水火不相容 这个人之间就是像破冰一样 有时候你需要砸 然后这次那个火就像个人浓烈的情感 很多次的碰撞 彼此之间的温暖和热量 将人与人生隔阂慢慢融化 开始我们的破冰方式是用斧头砸 而这一次是慢慢地融化 我觉得这种融化感让我更舒服 第一天来到桃花我没办法确实有这种冰墙的感觉 今天我们看这个冰墙 就一点没有这种担心的感觉 因为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个冰早就化掉了 背景心囊 来吧 三位美女 来 一块吧 你这个眼神很美心 用棒就用棒 没有啊 一块 没有啊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耶 嘿嘿嘿 耶 巧蜜 吓一跳吗 真是 这又吓你们一跳 哪里来的狂徒 哪里来的狂徒啊 哎呀 性感美女 以前我不懂你的表情 我在各种活动 我还挨着你过 差不多 对 咱俩谁也不理谁 我太懂你了 我太爱你了 我会国内的时候 联系你们 你们会勒我吧 这样我们不是 处在一个 busy的状态 状态 常联系 我最好约了 来 干妈要走了 嗯 拜拜 来 来 走天呐 我们一起喊一声丹妈吧 丹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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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下次见 注意安全 我都选一张 我喜欢的照片带走吗 可以 我也想 我全阵子 我想要我和蠢子这张 拜拜 吉隆婆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 没事 拜拜 安娜 拜拜了 拜拜了 沈月 嗯 别困难过 哎呦 你什么 哎呦 我走了 麻烦了 安娜 你不继续听你唱歌的 连续一带 我也会听你唱歌的 哈哈 你走了 你走了 你真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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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边好像在排队 跟哥哥拥抱 对 哥哥你斐神见面会 就是说咋的 我这边等八天了 也没见过 走 陶华舞 让我做了一场美轮美奂的梦 真的让我想明白了挺多事情 也保护了大家的浪漫和童心 啊 啊 未来的某一天 我会替你实现的 啊 刚到的我是未知 是不知所措的 慢慢的我变得放松 变得自由 变得沉浸 桃花屋给我带来的快乐 让我有点 没办法从那个里面拔出来了 桃花屋是一个 可以让你放肆地笑 敞开玩的地方 我也喜欢上了这样的一次 大家阔别已久地重逢的聚会 其实我有很多时刻 想要流泪 会为大家的故事感动 我也会为一个雪球 会为烟花 会为互相陪伴感动 桃花屋是一个 我人生中从来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经历 第一次睡大灯火 第一次雪地运动会 第一次做女团 第一次在泥塘里面打滚 第一次欢迎求生 第一次看见懒眼泪 收获了人生中意想不到的美好的回忆 我平时生活状态和这儿其实很不一样 我在这儿找到了我很需要的生活 找到了很真实的自己 也打开自己的心 经历了四季了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有机会了解年轻人 给我机会喜欢他们 留下了非常多的 有趣的 温暖的 快乐的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记忆 桃花屋记录了比较美好的纪念吧 也的确就是带给了我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有帮助我成长 我现在在路人员和好了 桃花屋找一直录我就会一直来 桃花屋对我的性格 人生轨迹都有太大的改变了 它会冲掉你的所有的包袱 就会变得自由快乐 让大家共同在一起 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大家会本身一种联系和羁绊 有种被这里治愈了的感觉 去哪儿帮忙 那儿那儿 君哥那儿 君哥 太幸好了 哥哥 其实在桃花屋你依然可以一个人 但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知道你回去就会有一波朋友等着你 桃花屋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设定 但是有一个词是我们无法避免的 是因为朋友才有了这条轨道 我们在桃源里才不会说没有安全感 才不会说失去方向 我很喜欢漫长的自己 最后那个镜头火车他一直往前开 他在追着那个火车跑 在桃花屋也会有一辆火车开出来 带着一群朋友的快乐 在我的世界里 太来太去了 桃花屋就好比你在列车上 你下来吃个方便面 买个鸡腿 匆匆地看到对面列车也下来 两个旅客 你可能跟他简单地交流一下 然后就匆匆踏上各自的列车走了 是一个惊喜吧 也是一种匆匆的过客 火车的一个蒸汽喷出的时候 它要么是故事的开始 要么故事的结局 但是最精彩的是 逃过这个火车 这个轨道是个原型 它没有开始没有结局 它一直源源不断 一直在撞 稍微双湿 咰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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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咰 Question